如果把你扔进深山丛林中 你能生存多久呢 一周还是一个月 我想除非你是人渊泰山 或者是那位站在石油炼顶端的男人 不然在经历了持续性的三天恶酒顿生活后 你很快就会与泥土化为伴侣 显然即便是人类统治地球的现代 很多生态系统也不属于我们 而属于那些野生动物 其中森林作为陆地生态系统的主体 不仅是无数生活该以生存的家园 更是寓一处地球霸主的温床 从诞生之初 这里就一直是顶级生态杯的最佳争斗场所 那么丛林之王的位置是如何演变的呢 这事我们还得从古生代开始讲起 首先我们得了解 最早的森林是何时诞生的 上过初中二年级的朋友应该都知道 动物是起源于海洋的 那植物自然也一样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 地球的落地上都是一片荒芜 直到四五一年前 最早的植物才开始进军落地 不过那时的落地生态系统和森林还搭不上边 地球顶多算是从秃头演化成了重度地中海患者 真正让地球拥有浓密毛发的气质 源自一次地质世界 实称布拉格之春 它就像动物演化史上的寒武器大爆发一样 陆生植物在泥盆寄的布拉格期之后 演化素里急速飙升 植物演化出的强大根系和围管系统 瞬息着地球母亲几十亿年的进化 土地中充足的弹林甲 让植物的体型生长至原来的几十倍 以席卷之势征服了它的包子能够到达的所有地方 这一盛况在石探际达到了最高峰 然而对于恐虫人士来说 这个时代简直就是地狱 如果我是史泉公园中的奈吉尔马文 那我最不想工作的意义就是去石探际 表面上看是温暖超市的森林和遍布大地的沼泽 定点一看周围净是些体型比现今虫子大十倍的甲 不了解的话 你肯定也会发出这样的疑问 没错 石探际就是这么一个神奇的时代 最早的森林主宰者不是我们熟知的脊椎动物 当时天空被巨大的蜻蜓主宰 地面爬满个庞大的截指洞 所以我们也称这个时代为巨虫时代 可同有小伴好奇了 那为什么是截指洞物率先占据了这个生态体系 成为了第一代丛林之王呢 其实占领生态位也是讲究个截足先登的 人家截指洞物本身就是内测玩家 它们登录的时间基本和早期植物是一样的 可谓是元老级的陆地居民 比如在我和新疆就发现过一种塞尔玛尔迪伯拉克虫 人家在4.2年前的治疗剧晚期 就已经在陆地淡水中生存了 比起脊椎动物 截指洞物的外骨骼 可以有效地减少陆地环境中的水分流失 陆地行动能力也算是天生优势了 所以在新赛道开闭后 自然就是它们优先分得蛋糕 而且截指洞物在登录过程中 还演化出来独特的呼吸模式 气管系统 可以将空气输送到身体的各个气管 这种系统非常适合陆地环境中的气体交换 因为它允许快速的氧气和二氧化碳运输 恰好在石碳级 4.0生态系统中还缺乏对木质素的分解者 致使地球的含氧量达到了峰值 截指洞物们就可以利用较小体积的气管 吸收足够的氧气 这样就腾出了更多的空间增大体型 半米长的肺吸叶 70厘米溢展了巨脉蜻蜻蜓 两米多长的节雄马路 大体型优势加蝶甲 天使地理人和 不好意思 我就想问 内侧玩家的S1赛季 你让我怎么输 不过游戏圈的老油条们应该都清楚 S1赛季的版本体理人 其实并不一定是天赋最强的那一批 地球岸岸也是如此 这时候脊椎动物可得说上一嘴了 在海洋里混几个几个赛季 最终凭借着有河余裂的老邓 拿下了顶级霸主的位置 区区手下外将截指动物 率先这样一个撕裂 我就怕你了吗 实际上 在十探级脊椎动物的两栖选手 就已出手猫狗了 奈何他们当时还没有突破 不依赖水环境的生殖发育 束缚了他们进进内部的行动 不过 要是问天赋 那截指动物可就稍叙一筹了 截指动物的神经传递速度 跟脊椎动物不是一个级别的 体型变大后 延迟很高 而且更换外骨骼的操作 潜在风险也很大 更不用说 巨虫是依靠SE赛季的大环境了 所以在十探级末期的 雨林崩溃事件后 随着地球海洋量的下跌 加之羊魔动物的出山 这个属于巨虫的时代 就宣告了过目 从二叠级开始 羊魔动物迎来个属于自己的时代 同时 核弓钢和西线钢 也打响了霸主争夺战 这些脊椎动物 无论是从捕连手段 还是身体机能上 都比上一个巨虫时代的 截肢动物们 有个大幅度的升级 坚固的透气弹壳 提供废物处理的尿膜 管生和胎生的繁殖方式 再加上充分让下颌 发挥优势的头骨结构 羊魔动物的优势显而易见 霸主的宝座自然是首盗起来 龙兽争霸战的故事 我们也再熟悉不过了 从河共钢的野兽先辈们 到西星钢的主公家族 再到新神代的兽族时代 一次次的朝代更替 我估计很多粉丝 都能张口就干 不过貌似还真就没有人 专门评议过 谁才是特定的丛林之王 大家早已沉浸在了 各类巨兽的灰宏故事中 毕竟在这个黄金时代 可不止斯林生态体系 是他们的地盘 大家可以单目说一说 你认为 两亿多年的龙兽争霸战中 哪些物种 可以被称得上丛林之王 回过头来看这场龙兽争霸战 甚至有点对称的意思 二叠级大面诀 和白恶鸡膜大面诀 让龙兽养兄弟交替登上王座 卡尼奇红旗事件 和古新式史新式极乐事件 改变了地球的斯林生态环境 给恐龙和古兽 提供了良好的发育时机 总的来说 从羊魔动物崛起之后 丛林之王的位置更替 都是自家兄弟的轮岗罢了 甚至是一个类群 不同成员的 米方唱罢我登场 这方面最典型的 就是我们熟知的猫壳了 从2500万年前 欧洲斯林的原猫开始 这个大家族 就向着丛林之王的目标进发 共组时期的一次基因突变 让猫科动物 对血肉的渴望 扎根在个基因里 在之后的2000多万年里 这个家族演化出了 剑翅虎亚科 豹亚科等一众高手 然而 让我感到迷惑的是 在搜索引擎上 搜索丛林之王 不知为何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难不成 我对丛林的理解 有个偏差 确实 在新生代 草的出现 让这个定义 有个一定的混淆 但草原和森林的界限 是比较明确的 而且和地球气候环境 是息息相关的 气温越低 草原的扩张就会越大 银线就会退缩 中晚更新是 狮虎的扩散演化 就展示了这一点 冰河时期寒冷干燥的 气候环境 促成了全球性的大草原 狮子得益于这个加成 才完成了五大洲的扩张 而对于生存在 丛林灌木的虎来说 这自然不是最好的气候 冰漆和煎冰漆 多次交替出现 让林线反复横跳 难以让虎进行扩张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 狮虎的争霸 都僵持在林线附近 所以丛林之王 至始至终 都是虎的命号 狮子则是草原之王的代表 在约1.2万年前 莫斯冰漆结束了 气候转暖 降水量增高 亚洲高纬度地区的草原 大范围被太加林所取代 曾经在亚洲横行八道的洞狮 最后白猎狗 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猎狗环境 只得走向灭绝 而全新时开始 全球气候变暖 让虎呈上了一波新的气候风力 在7000到8000年前 老虎的分布范围 拓展到了历史最高水平 稳固了丛林之王的地位 并进一步演化出了诸多亚种 这期中我们最熟知的 当属华南虎了 因为华南虎 是我国特有的虎亚种 所以也被称为中国虎 它也是遗传性最独特的意志 华南虎是典型的山地林气动物 曾广泛分布于我国南方的森林贯聪中 虽然华南虎 在虎的亚种中 体型是偏移 但并不妨碍它成为丛林之王 它们主要捕食有铁类动物 比如鹿和野猪等 不过 比起熊和豹子等顶级捕食者 华南虎的活动范围 要大上许多 一只野生华南虎 需要5到70平方公里的活动范围 还要具备丰富的猎物资源 所以在栖息地和猎物 逐渐丧失的情况下 华南虎受到的生存压力 要大于其他大型石头动物 这种情况发生在近代 人类就自然成为了 后果的捕食目标 进而直接导致了 华南虎与人类的冲突 可惜我们没能平和好 人与虎的共存 在猎枪与陷阱的攻打下 野生华南虎日效月隔 剑驱于武 最终华南这个曾经孕育虎的摇杆 变成了一座虎的坟地 我是翔多 下期见